最後一套,這個美術石有問題 都是日常的女人,接近四格花的電擊貓的作品 監督及川啟,如果大家都知道 和助理監督都是日巴里奧尼諾的組合 所以起感一定是認為充足 為什麼這套故事突然有少許爆紅? 因為他第一集的取向,分鏡是蠻漂亮的 第一、第二集對於女主角宇佐美 他的分鏡也好,扣台也好 是特別騷擾的人,很可愛的感覺 對呀,有人突然爆發出來 但宇佐美本來的女主角其實不是很可愛的女主角 即使你放在ACG格宇佐美本來也是普通的 主要來說是普通和普通的 但感覺上,普通來上來 他做一些好愛的動作 例如讓男主角幫他做掃描 Subaru,Subaru是什麼? Subaru其實是一個很喜歡畫二千元糧的男生 所以他突然走進美食部去做 不是一次,他畫他老婆 對呀,畫他老婆 畫完畫他老婆就離開了 不會再留在美食部 叫Husami去做一些動作 給他畫個老婆 結果畫出來的老婆 除了底褲一樣之外 其餘沒有東西一樣 當然了,在第一集 為什麼他做得這麼爆 因為他畫完以前 他覺得他最完美的老婆就離開了 Husami在天橋上哭的那一幕 其實在第一集來說算是很刺激的 說得一句 當然《及後座》原來也是假的 要不然武器做 正常 問題就像神之一樣 男主角說不喜歡三次演出二次元的問題 我說你有沒有看到的 蕭澤阿里也是二次元的角色 你有什麼資料去說 其實有一點怪的 不過不要緊 你不撇除這個問題之外 故事其實是OK的流程問題 也是類似那些校園 他不算學博 他就是校園 就是女主角和男主角之間的互動之外 和其他學生的互動 是的 當然 另外《及後座》第三集也出到 Coledor省 即是外國來的那個留學生 其實《及後座》也有學生 有幾個活生衣的同學 其實這個故事雖然說是四格 或者是短篇 相對來說 他不是太連貫 但是覺得他快捷的程度 有感覺好像沒什麼斷過 中間斷過 而且我覺得舒服 你看《流心》這套東西 跟其他族近年這幾番不同 他的旅角不是特別密屬性 例如我們看有什麼傲嬌 有什麼金髮髮 這套東西你不太多見 他不太特別去買 即是以一個很平庸的故事 即是一個在這裏 喘喘喘喘喘的 穗喘喘喘喘喘 穗喘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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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令整個故事好看 顺畅就是这位 当然这套戏大家都好像是《月日常翻》 为什么会吸引到水树罗女唱主题曲呢? 因为水树罗女唱主题曲的情况很少 你看看这个片剧《方川练狗》 这个人写这套戏我不相信 是天真日常的戏 是天真日常的戏 但是为什么会引到这么大棚 等待你拍《月常翻》 《月常翻》 有没有可能才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这套戏突然爆 我觉得幕后你要先看一看班底 上班紧了一堆 这套戏看起来很日常 其实里面是并不弱的 没有看原作的 但至少我看完刚才就先顺便 原作没什么分别 我看过原作并不是差太远 故事其实是差不几 其实一到二来也是 其实当然《星优常》的工作 当然令到这套教训很明显 特别我觉得是部长的很抵死 那些对话 看到《月常》的《月常》的演充 闻说他《月常》的演充 说他的《月常》 在《月常》的演充 他在《月常》中的声调 令人很耳朵 很吸引 当然了,你先看看他 因为他日常回来 你看看他之后的展开 他每一集的故事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会不会有交重复 或者是拆拆拆拆 不知道,暂时这题是OK的 我推荐的,至少你看到现在 又好像违归那些职食 又有什么属性 你看看这一套,这类类是舒服的 你看得顺畅 好了,今晚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拜拜